大陸財新網在8月2日引述多名知情人士消息說 在7月16日紫光集團前聯席總裁刁錫經 和紫光集團前董事長趙偉國一度被相關部門調查 而同日被帶走的還有北京紫光科技服務集團 有限公司董事長李陸媛 三人至今認同外界失聯 雕石經曾擔任過工信部電子信息師副司長 是紫光集團前董事長趙偉國從工信部請來的重要幫手 分管晶片板塊 在紫光集團陷入債務危機之際轉頭創業公司 接觸過雕石經的晶片業界人士對財新網說 雕石經從體制內出來熟悉體制內運作的規律 正好幫助紫光晶片板塊協調資源 在過去一個月 中國晶片業還有多名領軍人物相繼被查 其中包括國家晶片大基金管理公司原總裁 陸軍紫光集團總裁張亞東等 中共國公信部部長蕭華慶也被指涉嫌違紀違法 被通報調查 在7月30日 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丁文武 被指涉嫌嚴重違紀違法 目前正接受調查